女大学生出厂禁果 意外怀孕 渣男趴单责任 移民加拿大 那我 等我到了加拿大以后 先安顿一下 马上就回来接你 要是孩子生下来了 就带你孩子一起去 可眼瞅着肚子越来越大 男友却一封信也没有寄回来 女孩最终产下一名男婴 为了不惹人非议 只能寄养乡下舅舅家 隔三差五地偷偷跑回去 东东 妈妈 东东 每次只有见到儿子 秦男脸上才有些许喜色 然而他可疑的踪迹 还是遭到长舌父们猜忌 怎么见我苏中 不好 一个月 至少去养他们 就是啊 你说 这里头有没有花头 一个大姑娘这样 秦男对此不放在心上 他为了养活乡下的孩子 和已经年迈的父亲 在街上摆了一个缝纫摊 原本凭着一身好手艺 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可偏偏那个年代 骑士个体户 街道办以阻碍交通为由 没收了秦男的营业执照 一个弱女子 没办法守护自己的利益 这时对面修车铺的小伙 冲过来解围 还让秦男搬到自己家门口去 一开始秦男对他颇多防范 你不认识我 可我知道你姓秦 你爸爸是我小学的老师 我叫高志华 那麻烦你了 秦男不善言语 每天总是自顾自的忙活 小高也不打扰 除非秦男找他 叫我吗 叫我小高好了 有什么事 你的表几点了 快四点半了 哎呀 怎么这么早收摊了 我要去赶五点半的火车 秦男忙回乡下去看儿子 便请求小高帮自己还衣服 顺便再帮他收下钱 小高欣然答应 人情也就这么一点点欠下了 这天高母拿了些破衣服 原本准备自己缝补一下的 没想到秦男直接拿过来 用自己的缝纫机缝好了 看着既懂事又能干的秦男 他真是一万个喜欢 晚上回去就跟小高吹耳边风 小秦这姑娘 文文静静不言不语的 多显慧 志华 我看 吃饭 吃饭吃饭 其实小高早就动了心 他想要自己追求秦男 见天热了 他会主动递太阳帽 谢谢 我不热 见秦男出了一身汗 又主动递毛巾 谢谢 我自己有 他想让秦男搬到屋里 这样就不用这么晒了 不不 我已经够麻烦你们了 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我们相处已经不少日子了 你张口谢谢闭口麻烦的 真让人受不了 那以后我不说了 秦男最终搬进了屋里 他和小高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小高问起 他总跑去苏州干嘛 他不敢说实话 只能搪塞说舅舅在苏州 高母对秦男更是笑脸相迎 还让他晚上也可以过来干活 要吵您睡觉的 我睡着了 你在我床边放炮炸也炸不起的 小高急忙把啰嗦的老妈送走 他又趁机拿出电影票 想和秦男更一步约会 然而经历过一次伤痛的秦男 对恋爱这种事早就害怕至极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小高 秦男的冷漠 让小高感到十分失落 直到这天下着瓢泼大雨 舅舅从苏州找到了上海 看着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 那你请进来吧 他一会儿会回来的 不了 我得赶回去 麻烦你了 等他回来 叫他马上到我家来 有要紧的事 秦男回来后 急急忙忙奔了苏州 儿子高烧烧成了肺炎 病床上一直呼唤着妈妈 秦男的心简直在滴血 他在儿子跟前守了一夜 同时他也彻底想清楚了 哪怕上海是个地狱火坑 这次他也要带走东东 舅舅知道好心疼不已 带回去怎么办 我可不忍心让人家 把乌七八糟的脏水 往你和孩子投上倒 我应该为今后想想了 得知外孙回来 父亲特地买了皮球 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看着一家人团聚 秦男的心里别提多高兴 第二天他把东东带出门 哟 这是谁的孩子啊 是我的 邻居当着秦男笑面虎一样 转过身就跟着骂孩子野种 秦男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又带着东东去了裁缝铺 这是谁家的孩子 妈妈我要看一下人书 这是你的孩子 对 是我的孩子 小高就像个双打的茄子 觉得自己失恋 心中烦闷 这时高母也回来了 谁家的孩子这么乖 一个人在这看小人书啊 我的孩子 什么 你的 你的孩子 是的 是我的孩子 高母脸色大变 回去就窜逮着小高 清清白白的大小伙子 绝不娶这种不检点的女孩 可小高爱秦男爱得深沉 婚姻之时 他想要自己决定 秦男遭遇的所有流言蜚语 父亲都听到了耳朵里 身为人民教师 他喜欢孩子 但同时他何尝不心疼女儿 这两天外面有些流言蜚语吧 嗯 你怎么想 流言蜚语也好 造谣中伤也好 我都不怕 我心灵上受过创伤 我不能把痛苦 夹在孩子的身上 东东是我的儿子 他有权利和他母亲在一起 我是他的妈妈 我有责任爱护他 孩子 你能这样想 我就放心了 可第二天 东东在外踢球的时候 被邻居家的小胖欺负 秦男跑去劝架 结果被小胖怒骂 邻居们纷纷出来围观 小胖的奶奶出来撑腰 秦男明明做好了准备 但这一刻 他还是痛苦至极 看着外孙委屈的小脸蛋 父亲气不过 跑到街道办 要给女儿撑腰 可这又有多少用处呢 那边高母见儿子不听劝 竟主动找到秦男 你知道 我是年轻手广 只有志华这么一个儿子 他还没有成家 我是为你好 高妈妈 别说了 我懂你的意思 我一定另外找个地方 这时小高带着东东回来 秦男没有一点好脸色 抱起东东就要回来 一会儿我来搬我的东西 为什么 小高知道 肯定是母亲为难他 他弃母亲不该多管闲事 又请求妹妹出马 开导了思想封建的母亲 母亲终于松口不再多管 还准备给秦男道歉 这时秦男找到了家里 东东来过没有 没有啊 小秦 出什么事了 东东不见了 别急别急 快去找快去找 大伙齐齐出去找孩子 最后在医院里 找到了被撞伤的东东 见孩子没什么大碍 秦男的心才放松下来 高母看他满脸疲惫 便拽着秦男回去休息 让小高留下来照看孩子 第二天连医生都夸 你爱人真心疼孩子 昨晚上一宿都没睡 这一刻秦男的心 这一刻秦男的心 魏小高开了一扇窗 他走到病房门口时 听见了两人的对话 我撒谎了 我撒什么 刚才那个小朋友问我 你是不是我爸爸 我说是的 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害怕他骂我一种 叔叔 你不会骂我吧 路上秦男想了又想 是时候面对那段过去了 于是他回去把当年的日记 亲手交给了小高看 当年他和孟斌都是下乡知青 因为环境十分艰苦 两人一直相互帮助 久而久之生出情愫 一个大雪封山的除夕 两人意外怀上了孩子 可孟斌去移民加拿大 临走时承诺会接他们 可却再没有了踪迹 收到孟斌消息时 东东已经两岁了 今天良心必使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 我来到加拿大 不到两个月 就和我的表姐结婚 因为这门亲事 直接影响到我父亲经营的事业 在这个命运面前 我是无法抗拒的 自此孟斌彻底在秦男的世界里死了 他必须交代了自己的过去 才能开始新的恋情 还好小高读完了信 没有一丝嫌弃 有的只是满眼的心疼 奇怪 我今天怎么把什么都跟你说了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反正我明白 你也明白 这一刻 真正的爱情 才悄然来临 我听不懂 你一定有些信如何